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你打完一招喔 你幹嘛打擾我們呢 走啊 這個我也會跳啦 你會嗎 我打也會跳 哇 老師 你是鐵漢的柔情 好有氣質喔 可是怎麼都沒有聲音啊 你要叫什麼 他們說後製會再上音樂 對 這樣人家說我們節目造假耶 你是天才師匠 你是老師嗎 這麼正規就好 好啦 我告訴你 我們來到這個地方呢 最主要是要看這個很厲害的歷史建物 這個可不是普通的教堂 我告訴你呢 當時周杰倫不能說的秘密 當時最重要的場景 畢業典禮 就是在這個地方拍的啦 他這裡到NG了三次 他本來都講成不可能的任務 你幹嘛講出來 除了周杰倫以外 這邊還有個學姐 學姐 你是說有名的人喔 沒有啦 我跟你講那個窮窯的小說 那個第一部小說叫窗外 你說林青霞啊 那是窮窯的小說 那窗外為什麼叫窗外你知道嗎 為什麼 他在寫私生戀的故事 為什麼 你在學校談戀愛嘛 童窗以外 那就是老師啦 你不能找共有伯伯啊 伯伯我愛你 好聰明喔 鞍拔是流水啦 對啊 那這邊呢 除了林青霞這邊拍過窗外以外 更重要的是 怎麼樣 這裡出現了一個大學長 誰啊 李登輝啊 真的啊 你知道這所學校 我們說淡江中學 他從蔡阿信開始讀起 對啊 還是淡水女學堂嘛 開始我們說從清齡日治到民國 歷經三個朝代 然後歷經百年到現在 哇 這麼悠久啦 而且裡面一定有很多歷史建物吧 你知道最出名的歷史建物 是在1925年的時候 我們說他結合了中國傳統的寶塔 跟拜占庭師的八角塔的建築 好特別喔 然後還有一個 在1901年的時候 馬接醫師在台灣 我們說往生之後 就葬在這裡 這是現在我們台北教徒 一個非常重要的朝聖地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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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我們真的在這個校園裡 看到不少歷史建物 沒錯 可是為什麼這邊也會有一個 228萌難紀念碑啊 這是一個歷史事件的現場嗎 當年我們說淡江中學的校長陳仁通 那董事長林茂生 在228事件就蒙難了 那再加上在華年華年事件裡面 有他們的校友 那個張西朗醫師還有他的兒子 張忠仁張國人 也是一起在這個時候 你記不記得之前我們講過 陳陳波 對 嘉義的陳陳波那個時候 對 他們原本被騙出去說要和談嘛 他們本來就是要和平談判嘛 對啊 但是就是 就被扣留啦 就一去不復返 嗯 那在這個時候咧 許士賢差點也出事 你是說當時的議員對不對 我們說嘉義人的媽祖婆 許士賢 那時候她就帶著她的女兒張柏洋 逃到陽明山嘛 許士賢女士 人稱嘉義人的媽祖婆 那她也是蔡阿信的學妹 她們都是東京醫學大學畢業的 那她是 蔡阿信是台灣第一個女醫生 對 那我們說這個 許士賢是第一個 女博士醫生 也是第一個民選的女市長 對啊 要不是這個 許士賢很厲害 跟我們打下這樣的基礎 現在搞不好都還沒有第一個 民選的女總統咧 沒錯 而且其實她那時候真的 雖然玄弧即逝 可是觀念走得非常前面喔 一直倡議女權 那個年代了不起啊 倡議女權啦 而且呢 倡議政治活動啦 還成立第一個婦女會 就是希望女生都可以一起來參見 像人家說的 想說本來不會當做總統 對不對 對啊 而且你知道她偶像是什麼嗎 誰啊 孫中山 蛤 你說孫文 沒有沒錯 我們的國父 沒錯沒錯 國民黨的靈魂人物 怎麼可能 因為她非常這個 崇拜孫文的思想 然後包括她受到這個 孫文思想跟善民主義的影響 她那時候還有把那個 孫文的照片帶回家 滿帥的啦 對對對 引起她爸媽非常的不滿 哪來的男朋友 怎麼愛上一個老男人咧 你在什麼啊 後來才知道 這她崇拜的偶像 講究我們現在那個 我們小時候不是買那五塊錢 那偶像照那個概念 有戶背的那一種 對對對 那她那麼崇拜孫文 我那時候都放王祖賢 有時候還放周慧銘 所以她那時候那麼喜歡這個孫文 肯定有加入國民黨了喔 對吧應該有吧 合理推測有吧 你要知道齁 在那個年代 你要從政耶 沒有加入國民黨 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 我們的許世前 當然就不是一般人 在民國45年的時候 她去質詢那時候 審明政廳廳長 有關於那個嘉義縣長的停辭案 那受到黨內的壓力 這很敏感啊 可是她就是帶種啊 你知道那個 我們郭董 她不是要退黨嗎 還做很多動作嘛 對 我們許世前沒有 直接發表聲明 然後把黨證寄回去 我不甩你 I don't burden you 每個禮拜天晚上八點 綠都台灣 就在勝利